嗨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豐壽的成果高級 這是我的隊伍 基本上用一隻超小的小黑狗 還有竹雀雙轉星 然後再轉屬性 然後因為最後一關的話 有兩個久地真人 防禦力蠻高的 可是我要集中攻擊那個火狗 所以我準備了火遊俠來對付他 現在為大家來做測試啊 這一關就比較危險一點 剛剛隊友我稍微看了一下 這一隻是可以考慮 可是他的技能沒什麼用 減少30% 因為我是想要用秒殺的方式 所以這一隻我先不考慮 反而我可能是考慮 這個白羊弓 假如有危險的話 他可以控場洗豬啊 那我就用白羊弓先試試看好了 兩倍攻擊力加上他的 1.5倍的回復力 回復力 回復力啊 回復力這樣來講 應該 勉勉強強 前面就要開始 儲租了 可是怪物等級已經跟剛才不太一樣了 所以 要小心一點打 哇靠 力道太大了 看來怪物比我想像中來的軟一點 嘖 這現在的問題就是 變成說像那種CDE的他會一直垂你 所以你要留心珠啊 攻擊力是還好啊 攻擊力是還好啊 不然被這次K到 因為我不曉得他打多痛 順便可以測試一下回復力的部分 喔耶 右邊那隻好像也是CDE的樣子 沒關係 先打左邊那一隻 再看一下回復量 4COMBO可以補1000多 還OK 還OK 打好像也還好 我看一下 600多 可以儲一下CDE的 儲CDE的時候要很小心 因為怕不小心 就像這樣 那天降我沒辦法放置 比較難打的是第五關跟第十關啊 因為他們傷害比較大 我血量真的挨兩下 回復力 也很難說 但是我兩隻轉型蟲啊 所以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這時候要被挨兩下 看一下 第三關 應該可以承受一下 應該可以承受一下 我兩千多了 已經有點感覺了 有感了 這時候可以順便補順便打一下好了 這時候攻擊力在掌控上 這時候是還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 蜥蜴我不想被他打 因為我不想要打多少血 但是我們可以輕輕捶 欸 沒辦法 已經最小力了 我不太想要Incom 因為我順便清雜豬 所以我的去也要把著 我反正沒有 過千少爬 啦 我還沒想到全體攻擊 沒看到 因為我這兩隻CD5 所以現在可以直接丟 不然他攻擊力還蠻大的 雖然說我不知道我在賺什麼 不過攻擊力應該夠啊 這樣combo會太浪費了 沒關係還有三個火 打起來是還ok 因為你只要等級高的去 去 隊長跟隊員兩個這樣搭配應該都還ok 雜豬清一清喔 一樣我們就是稍微紅一點力道出去 太小力了 先打這一隻 這隻應該蠻痛的 被這隻k掉了 這邊就糗大了 沒有怕死掉所以打大力一點點 沒有我要兩隻CD馬上就跳好了 喔 唉唷這種難搞的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就要全體攻擊了 想辦法出這種史萊姆 這個是要比較注意的部分 我一次轟大概一半 所以我可以再 再跟他玩ECD 這時候我就用黑狗先 先輕輕打一下 唉唷來不及了 他死掉了 攻擊力太大直接秒 第九關 雪六萬多 所以而且我沒辦法轉 我不會在那關轉 所以 這一關的 慶祝是蠻重要的 先指定最痛的那一隻 很好 我可以再稍微清一下 好 雖然說我打的是比較謹慎 可是 你想要一次通關就是要這樣打 沒有必要說 浪費那麼多體力就去掉 好二連擊 他一下攻擊兩千一 所以 基本上 四千二 蠻痛的 喔 CD級不知道 這個很危險 試著打打看 唉 差一點點 喔 CD2 很好 可以趁機偷補一下 因為有這隻 波比的關係 所以 他的 回血量會比較高 我可以趁這個時候趕快回血 有沒有 大概回回量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好 再打一次就中傷了 所以要送他回老家了 好 順便補一下 戰術上應用比較重要啦 因為這個轉珠的話好像 因為我也是隨便亂轉 我沒有說很特別 好這時候就不囉嗦直接就是火油開下去了 把兩隻清掉 中間這隻有十二萬多的血 傷害 五千多 所以我只能挨一下 這時候檯面上蠻多木珠的 所以我就直接轉了 好 目標是一擊必殺 嗦一二三四五顆 算一下喔 5顆應該就這樣好了 反正想說用看可不可以用比較多combo的方式打 誒 擊掉了可是稍微看一下血量應該還ok啦因為我怕三回合我可以慢慢感到魔所以就直接用比較簡單的combo方式去kill掉它 一顆石頭 打完高級就有送一顆石頭了 我們來看一下 獎賞的部分 我再送兩顆所以等於是三顆啦還不錯 等一下來看看可不可以挑戰過高級超級的部分超級還沒看到有人有那個資料 目前先高級的部分 超級來試試看好了 等一下再來錄 謝謝大家拜拜